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小马过河》 马蓬丽住着小马和他的妈妈 小马总是喜欢跟着妈妈 妈妈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 孩子,你愿意帮妈妈做点事吗 小马连连点头说 哦,我愿意,我愿意,妈妈 妈妈高兴极了,她对小马说 好孩子,你帮妈妈把这袋麦子拖到墨房去吧 放心吧,妈妈 小马拖着麦子飞快地往墨房跑去 小马跑呀,跑呀,跑过了金灿灿的麦田 小马跑呀,跑呀,又穿过了小树林 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她的去路 这河水有多深呢,我能躺过去吗 小马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时,小马抬头,看见一头老黄牛正在河边吃草 牛伯伯,请您告诉我,我能躺过这条河吗 孩子,河水很浅,刚抹小腿,你能躺过去的 老黄牛小咪咪地回答 小马刚要下河,一只松鼠对着它大叫道 嘿,别过河,河水很深,你会淹死的 松鼠继续说道 前几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是掉进这条河里淹死的 小马一听,没主意了 他想了会儿,叹了口气说 嗯,还是回家问问妈妈吧 于是,小马又拖着这袋麦子往家的方向跑去 小马回到了家 妈妈奇怪地问他 嗯,宝贝呀,你怎么回来了 路上有一条河,牛伯伯说很浅 松鼠说很深,我不知道该听谁的 哼,孩子啊,光听别人说是不行的 勇敢地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妈妈对小马说 小马又回到了河边 他往前走了几步 河水只漫过了膝盖 小马继续往前走 河水才漫过了大腿 小马小心地试探着 终于躺过了河 这下小马知道了 原来河水既不像老黄牛说得那么浅 也不像松鼠说得那么深 小马拖着麦子 欢快地向墨房跑去 好了,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鸽子酱 教会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